大家好,歡迎來到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今天為大家找來十件有趣 但又沒什麼實際用途的網絡商品 你應該不會自己買來用 不過如果有人送給你 你又會最想愛哪一件呢? 俗語有人頭大沒腦,腦大生草 如果你的腦未能夠大到可以生草 不如就試試戴一下這個創意髮夾 離遠看你的頭髮就好像土壤一樣 蒙到發芽,養出一頭亂草 相當吸靜一下 在刺紙上加上螢光的塗料 製造將是一種方便省電的設計 去到廁所不用開燈也好 容易找到刺紙吧 我只是擔心長期用這種刺紙來擦臂骨 屠花會不會頂不住那些螢光塗料 刺激到要丟借呢? 這種上班回到寫又要裝精神的貼紙 我以為只是在喜劇裏面會出現 想不到在網上真的有得買 好看喔 私隱圍巾 但這條私隱圍巾 就不是用來遮蓋你的私隱部位 而是用來防止你看重要手機進色的時候 旁邊有人偷看 除了手機版的圍巾之外 還有手提電腦版的圍巾 不過提提大家 這一款圍巾只能夠阻隔別人看你的手機畫面 如果你打算用來看愛情動作片的話 記得要戴個耳機 或者靜音 當你有一個什麼都不缺的朋友的時候 在他生日或者聖誕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送他 Nothing 在包裝上都寫得很清楚 Nothing For the person who has everything 不過 這一份Nothing 都不是免費的 相對地都挺貴的 要150元港幣左右 大概600元台幣 反正都要付錢 可能你都想考慮一下買Something 這件商品有個專屬的名堂 就是叫 生命 就該浪費在你的手機上 我只是擔心第三隻手會不會拿不住手機 然後直接跌 軟了一部手機到地上 爛軟了 到時 生命就再沒有其他途徑去浪費 浪費的 就只有金錢 用軟像膠弄到沒有腰骨 正成的櫃 你會不會用呢 如果強逼我用這個櫃 放一些很容易爛的餐具 好像杯杯碟碟碟的那些 輕質我想我就精神緊張 重質我一定會很快患上焦慮症 這個鼻哥矯形器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可不可以呼吸我就不擔心 反正都可以用厚呼吸 我只是怕把鼻屎推到好裡面之後 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畫出來 新冠肺炎疫情經常都要戴口罩 口渴又不想脫口罩喝的 你可以試一下這一款飲料口罩 放啤飲料 在這個特製的口罩裡面都可以 不過最好就不要放啤酒 否則人家真的以為你在喝尿 好啊 這個好像屎屎的東西 其實是按照這個真實形態做的人體脂肪模型 38cm x 15cm 大約半隻手臂那麼長左右 賣500元港幣左右 大約2000元台幣左右 講了那麼久大家知不知道 這件這麼古怪的東西有什麼實際用途呢 這件屎屎的東西其實只是一個擺設 專門給一些剛剛減肥的人一個心理警惕 讓他們知道這件這麼噁心的東西 其實就在他們的身體裡面 有趣搞笑的話題我們會繼續做 不過其實我們的頻道是不單只有搞笑的東西 我們還有很多正經和世界紀錄的話題 沒看過的就去我們的頻道主頁看看吧